在伯仁传的剧情中,佐助的轮回眼已被伯仁捅瞎,从此佐助却勾勾勾眼,真是太惨了 今天我们就来盘面一下,失去轮回眼的佐助,到底失去了什么能力 地暴天星 佐助的地暴天星和长门的有所不同,佐助不需要制造黑球就能使用 他可以直接以备封印目标作为核心进行封印 佐助曾用这招困住九大尾兽,在大战逃逝的时候也有亮相 万象天影 万象天影也是轮回眼的基础能力之一,可以强行吸引一定范围内的指定物体 在终结骨一战中,佐助曾用这招对付名人 查克拉吸收 通过与对方身体直接接触,吸收对方的查克拉 佐助曾用此能力,吸收了名人体内九尾的查克拉 空间传送 使用这招可以在空中打开一个紫色传送门,然后自由穿梭不同的空间 这是非常实用的能力,失去轮回眼的佐助差点被溃一空间 还好伯人也有类似能力 天守力 天守力是佐助的专属技能,属于高级空间忍数 可以把眼睛看到的物体,在一瞬间互换位置 这招绝对是神技,连陶式和仪式都被秀的头皮发麻 佐助轮回眼的能力,大概就是以上这些 除了天守力和空间传送 其他能力很少能在伯人转中看到 这大概就是暗靴吧 这么好的能力为啥都不用呢 现在想用都没得用了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